- 臭小子 怎麼還沒睡? 爸爸 你看 我發現了什麼? 快看快看 沒想到我藏的這麼隱蔽還沒被你發現喔 淘氣鬼 你沒有藏的很隱蔽啊 這是小苗老師讓我還給你的 他說你前幾天來接我放學的時候 你硬要殺給他的 小屁孩 在你媽面前不要胡說喔 那爸爸 你為什麼有這麼多小牛蛙的照片呢? 這不是牛蛙 這是你爸爸 可是 爸爸一點都不像小牛蛙啊 嗯 好吧 其實這才是你爸爸 哇 這又是肌肉嗎? 那可不 為什麼爸爸年輕的時候有那麼多肌肉? 其實 在爸爸那個年代 這種身材對於其他肌肉男來說 只不過是一個必為只有32公分的菜鳥 那個時候還有一個叔叔阿姨們都愛去的地方 叫健身房 這個平時你跟小胖叔叔去的紅浪漫是同一個地方嗎? 嗯 理論上來說也不是站不上邊 爸爸講話你不要插嘴好不好? 好吧 怎麼講呢? 對於我們這些愛鍛鍊的叔叔阿姨來說 那是一個神聖的地方 裡面有琳琳滿目的鐵塊 短的 長的 方的 圓的 還有一些可以用來跑步的大機器 哇 這像遊樂場一樣嗎? 差不多 說出來你可能不信 裡面最重的鐵塊 裡面還重的 啊 我不信 我不信 從爸爸上學那會 就有一群和爸爸一樣愛鍛鍊的同學 每天放學的時候 要麼去打球 要麼就待在那個叫健身房的地方 拼命的舉著那些鐵塊 那個汗流的牙 嗯 爸爸好臭 小屁孩你懂什麼 那叫一個酣暢淋漓 你想像一下 每天午後的陽光打著臉 照在肩膀上 彷彿你的青春有無限種可能 那的時候你會發現 你的健康和活力 足以應對一切挑戰 我才不要流一聲汗啊 沾死了 累死了 後來我們各自去了不同的城市 雖然很少聯繫 但是通過微信朋友圈還是可以知道 微信 朋友圈 嗯 就相當於現在的 B信社交動態 哦 後來他們儘管工作很忙 但是隔山差我 我們還是會抽不時間 去那個叫健身房的地方關聯 那爸爸你呢 那個時候 爸爸成為了一名 分享正能量的B站健身博主 也是很奇怪 那個時候 大家都叫我馬擦蟲 爸爸這個名字好別字哦 是吧 嗯 後來 爸爸也認識了另外一群好朋友 他們的職業可比爸爸大多了 其中就有你認識的小胖叔叔 儘管我們也經常偷懶 但是關於鍛鍊這件事情 已經是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 不管是為了健康 為了工作 還是為了享受那片刻 屬於自己的時間 鍛鍊呢 只不過是一件潛力實力 應該去做的事情 欸 忘了說 你爸有健身那會兒 也算得上是個量子 小美老師才不喜歡肌肉男呢 他最喜歡的是他的愛動們 哎呀 爸爸 時代變了 現在以前不一樣了 大家都說 想要健康 想要好身材 一根菲斯板 就能練到全身90%的肌肉 想要受肚子的話 就要戴上燃脊腰帶 還有還有 智能固拉圈 受腰神器 自己的按摩 又來受 晚上還有好多好多 爸爸你好妥 什麼都不懂 是 恩 保安 愛 愛 永 愛 圓